好 我們來關注一下 因為昨天iPhone的發表會 iPhone 15也是在晚間 凌晨的時候登場 很多果粉也是熬夜來看一下 但是結果在發表會之後 蘋果的股價就下跌了 人家講說 感覺好像是心機不靈了嗎 因為主要就是 大家的這個期待度有一點 好像落空 就是說最後好像只有 那個Type-C 就是它的充電頭 從Lighten變成Type-C 所以人家講說亮點不太多 而且就是看到一些新的 就是鈦金屬的這個顏色 所以讓大家感覺上面 好像沒有預期當中 比方2TB這樣的容量 然後所以有些人 就是換機意願就大減 因此你看到 還有這個摩坑大通就講說 這個現在要下調 蘋果的目標價到230元 甚至還有一些人講說 這個蘋果的發表會之後 才知道華為真的好 就甚至還有這樣子的評論出來 所以昨天在蘋果的新品 發表會的時候 外媒都一直在提說 華為競爭這件事情 我們看這個瑞銀證券 它就說因為一直面臨到 華為心機這些風險 所以現在就把蘋果iPhone15 出貨量大幅下調 原本大概是這個9000萬支 最高是上看9000萬支 現在直接是下修到 連8000萬都不到 7800萬支 那他們可能會 依照第一批首批出貨 鋪貨的國家的銷售數字 他們這些預估單位 都還會再做第二批的修正 如果第一批反應不如意 的話恐怕還會再下修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彭博講說 蘋果在全球開賣 這個印度製的iPhone15 也是這一次為什麼有些人 會下調這個預期 就是大家對於印度製造 有些人還是覺得好像 因為好像第一次轉移 這個供應鏈過去 所以會有一些些的質疑 就想說 先看看別人用的狀況 怎麼樣再說 有些人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觀望心態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在發布會之後 微博上面也很熱鬧 凌晨3點多 結果在微博上面的熱搜 第一名 竟然是華為的發布會 所以人家講說 是不是代表著 這個華為可能會賣得更好了 因為蘋果沒有推出一些 新的亮點 以至於有些人在抉擇 這樣子兩個就是世界級 這樣的品牌的對戰的時候 可能要做抉擇 我是要蘋果的新機 還是華為的新機 可能會轉移陣營 有些人是不是反過來回去 去搜尋華為了 甚至我們看到 他們的目標價還提高 就是對比蘋果是調低 現在這些 可能市場預估人士講說 大概出貨量會 上看4000萬隻 然後也要啟動 回歸手機市場的通盤計畫 小莫的分析師講說 這一次華為重回 中國大陸的一個 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可能也會導致 iPhone直接受到重創 在中國大陸的市站 會直接下調 因為當時華為受創的時候 大概iPhone是成長 一層左右的銷量 其他是流向了 比方說小米 OPPO Vivo 這些Android系統 但是如果說 華為又強勢回歸的話 恐怕那10% 又會被再要回去 甚至更多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微博甚至還講說 這個iPhone 15的備貨量 銳減30% 中國大陸的網友講說 蘋果不該在平庸的時候 選擇了平庸 有頂尖的華為 為什麼還老要吹捧蘋果呢 當然也是包含了一些 民族情緒在其中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現在有人在一些 算是那種路透照 就是說 好像有人在拍到 這樣的準備的場合 這個麒麟9000S 好像是正式發表的場合 因為上一次他搶先發表 是因為雷蒙多 去到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才看到 Mate 60 Pro的登場 但是他們還有一個正式的發表會 據說在9月25號 這一天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嗎 或者是這個場地 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嗎 其實有 因為在2021年的9月25號 當時孟晚舟 就是回到了中國大陸 她那時候是9月25號 搭乘專輯返回了深圳 然後這一次 是不是又選在深圳這邊 東晚的這個理工學院 強勢回歸 所以我們看到任正非就提到了 之前就講說 美國你以為抓了我們就垮 我們不會的 我們來看看 所以抓完孟晚舟 可能抓錯了 她以為抓了我們就垮了 抓了你看我們也不垮 我們在前進 我們還在前進 對吧 我們我個人哪一天不存在 這共識前進的步伐 也不會改變的 好 甚至還有這樣的消息 華為是不是要反擊了 人家說孟晚舟的反擊來了 華為取消價值 3200億美元的晶片 採購訂單 也讓這個美氣哇哇叫 就是這樣痛失 3200億美元的訂單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佔比份額 所以這個同時之間 它轉向了跟中國大陸的 國產晶片的這個訂單 來下單 所以是不是代表說 你原本是你打擊我 現在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你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砍你的訂單 那的確也會重創 美國的一些晶片產業 再者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華為的發布會 因為其實人家講說 華為在昨天跟今天 是榮耀的發表會 所以接二連三 夾擊蘋果 昨天發表會 其實是發表新電動車 推出了這一個問界M7 這個新M7 余承東講說 從來沒有被超越 因為在今年上半年的 新能源SUV的 這樣子的銷售排行 他說是超越業界的平均 那甚至在新車質量 也是排行第一 還超越了Tesla跟鮑馬 那他甚至這個 現在德法開始有點擔憂說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大舉的這樣子 好像反攻 或者是搶佔市場 所以法國政相 歐盟的主席 馮德萊恩施壓 就是要求說 要針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啟動反傾銷調查 那其實我們看到蕭姿 最近眼睛受傷 變獨眼龍 他講說 這個中國大陸的 汽車製造商的競爭 其實對於德國汽車來說 是有利的 他說不會嚇到我們 但是要激勵我們 真的要變得更好 那日本同樣也是感受到 這個威脅 日本德國過去都是 這個數一數二的 汽車製造業強國 現在面遇到 中國大陸的挑戰 你看看 日本兩大車企 過去水火不容 TOYOTA跟HONDA 現在決定要聯手了嗎 看到TOYOTA董事長 開著HONDA說 讚啊 然後現在看到這個彭博 講說比亞迪 中國企業 這些中國企業在七月份 首次也是超越了 中國電動車 總銷量50% 也威脅到日德 這些傳統的汽車大廠 好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大傑老師 這個蘋果這個手機 其實還沒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唱出來它 包括馬斯克 馬斯克說這款手機 看起來根本沒有什麼改變 唯一的改變就是它的 它的攝影機 好像功能真的10% 只有10% 其他都一樣 雖然馬斯克沒有想到 他自己的TESLA 也跟蘋果手機差不多了 幾年都沒有新樣子 沒有創新的東西 新產品進去 所以有人說 不管是iPhone 13 14 15 基本沒有重大的一些 結構性的改變 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小地方 而不像華為 這次手機一推出來 不只是它的709000S晶片 它還有所謂的這種 衛星通華的功能 光這一點 基本上就是很大的突破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所謂的連結系統 事實上速度 還有這個功耗 都遠超過現有的手機 也就是說你變成一個 聯網的平台 非常的快 它可以連到4000個對象 你一般現在的這個手機 是沒有辦法達成這個 它是Wi-Fi加藍牙的功能 加起來 功能極為強大 這些都是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另外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華為手機現在它搭配的是什麼 它代表是鴻蒙 這個作業平台 鴻蒙作業平台 它不只是手機上有比較多的連結 它是跟不同的系統在連結起來 這種系統連結 比如說車控系統 現在這個電動車上有這種 整個的電動車 或者新能源車 或者新型車的 整個自動化的車控系統 這個華為手機是跟車控系統 透過鴻蒙系統跟車控系統 是聯繫的 還有就家庭管理系統 你現在這個所謂的智慧家庭 事實上有很多這種 家庭裡面的各種 不管是電力 水力 各方面 家庭這種 還有這種操控 它都是一個一個系統 鴻蒙這個系統 它基本上是跟大平台合作的 因為鴻蒙本身 它也發展了很多 譬如說汽車上的車控系統 還有家庭管理系統 甚至現在智慧城市裡面 也有很多智慧城市提供的 各種的線上的服務 也就是網絡上服務 這都整合起來 就真正達到好萬物互聯 這個手機的功能就更大 所以整個來講起來的話 華為事實上在觀念上 在做法上事實上超越 我認為超越蘋果 蘋果這一次還有一個 就有不要誰放的謠言 對蘋果殺傷力極大 他說這一次15 基本上沒有什麼 跟14沒有差別 真正的王炸在蘋果16 i16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 來ISO就掛了 所以你看一出來以後 它這個股價往下跌 這是綜合原因造成的 不過歸根究極就是 蘋果工程師太懶惰了 就拿著舊東西 稍微搞一下 就拿它當新的新品賣 說實話根本不算新品 對 其實現在蘋果的外型很難分辨 有些拿蘋果就iPhone12的 13的 14的 其實你都分不出來哪一代 都長得差不多 那鏡頭的大小 一點點微幅的差別 其實一般人肉眼很難辨識 所以也造成很多果粉 換機意願低落 因為看不太到 除了變顏色 可能看不出太大差別 我們來問一下委員 蘋果昨天當發表會是不如預期 但是基本上蘋果現在還是手機的老大 我知道蘋果一點 因為我兒子曾經在蘋果工作了12年 他有50幾個蘋果的專利 所以我大概蘋果的方向是怎麼 他在世界上現在還是龍頭老大 問題是華為 大家本來是把它看衰了 兩年前當孟晚舟那時候 還被軟禁在加拿大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 美國又強力的去打壓 它的晶片 晶片不准不管 尤其去年 凡是跟大陸扯得上關係的 你是有美國公民 通通都不准碰 這個對大陸確實影響很大 但是兩個禮拜前我看到一則新聞 華為買了中芯7奈米的晶片 這個是蠻突破的 現在全球最先進的晶片是2奈米 2奈米的下一代是什麼 大概目前還在找材料 因為C無法突破2奈米以下的東西 華為的產品還挺多的 當時OS它就不用你美國的系統的時候 華為跟中芯大陸的中芯 他們主要是在5G方面 美國的5G 美國現在平常講 現在實際上沒有5G 因為你凡是你要用到 你要搞先進的5G的話 你就必須得跟中芯 跟華為去買它的專利 這個尤其是現在他們這兩家又在搞6G 往後我相信中芯的市場前景會 越來越看好 好 來請教建長 現在目前看起來 華為好像賣得很好 我相信很多人 如果你不了解大陸製的產品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現在因為是一個民族的情緒 我們思想說愛用國 或用愛國主義來做 假如你也這麼想 其實你是錯的 因為在之前我也在想說 為什麼它的綠能氣色 能不能這麼的賣 所以當時我就很好奇 只是一個這麼簡單的說 因為我們熱愛國貨嗎 你怎麼消費者遠近是雪亮的 你跟我愛一次兩次就結束了 後面我一定是一個 就是它真的是好 我就在網路上看了一個 YouTube 其實現在你找這些資料很容易 我看了一個 理想L9的一個綠能的汽車 那個汽車在大陸賣大概 折合台幣220萬元 台幣 算一個比較高檔的車子 但是跟真正的高檔又沒有那麼貴 然後我就看了 有一個人在介紹這輛車的 整個過程的大概半個小時 我當時才知道 我的天啊 中國大陸汽車已經涉及到 這種地步了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一上這個車子 好比說我有帶我的手機 它可以立刻識別出我的手機 能夠抓住我手機裡面所有通信 我在這裡就講說 打電話給翟軒 不…它就播了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就講 我都不必去看 好比說我在這裡後座 有一個人要看電影 他就手這樣子一動 那個螢幕就可能下來 就這樣展開好大一個螢幕 在後座 你可能就是說我要看什麼片 他那個片就摔 你手機就在隔著這樣子 你這樣子動 他就一個… 然後他播出來 就是一個電影院一樣 我剛剛覺得這兩個只是一個 很小的兩個 你真的要去看 它的車子還可以升降 就是你如果老人下來 它還可以稍微降一點 我當時看的時候我就知道說 我的天啊 中國人設計的車子 已經跟美國歐美的 那個先進車子截然不同 賓士的BMW車子就是車子 可是它的東西變成什麼呢 你知道嗎 它把你的手機 把你的電腦 把所有這個視頻 全部整合在一起 未來能做到什麼地步 我還不知道 但是那天我看完這個之後 我就知道 我是使用者 你不要告訴我 我恨中國 我都會用這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消費者的眼睛是血亮的 我認為華為將來是一樣的 華為將來會勝過蘋果 為什麼 你看它現在的耐用度 已經超過蘋果很多 在水裡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示範的 在手上這樣子摸 就能夠去反應的 那要哪裡去找這種手機 所以我保證各位 我認為華為的手機 將來終究有一天會打敗蘋果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